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不要担心 它只有一颗星 难度是比较低的 通常在卧室当中 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家庭啊 它这个卧室呢 并没有把一个功能区变得非常单一 而是过分的让它多功能化了 所以就导致整个房间内的气场是有点乱的 比方说有些家庭会把一个卧室又当成睡觉的地方 又当成穿衣肩 又当成梳妆台去梳妆打扮 甚至还会再加一个桌子 在上面去加班办公 这个时候呢 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物品都会在同样一个房间出现 那么就会导致可能我们在这个房间的气场比较乱 你没有办法特别快速的安睡 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已经整理好的卧室 往往是你一进门就能够第一时间在卧室里面感受到一种非常安静 宁静的气息 能够帮助你很快入睡 睡眠质量比较的高 那么从一个需要整理的卧室到一个整理好的卧室 我们是会分成四个整理步骤的 第一步 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 就是简化 第二步呢 是规划整个卧室的家具 还有我们的一些房间内的色彩 灯光等等 第三步就是归位 最后一步呢 是归位 分成第四步来进行整理 整理第一步呢 是进行简换 我们在今天走这个家庭的卧室当中呢 给大家做一个实地的一个演示 通常来说 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去问自己一个问题 在卧室当中 在这个空间里 有哪些已经是你不再喜欢的 觉得利用率特别的低 平时根本就不会再使用的 你已经从心里觉得它已经不适合你的品位了等等 考虑一些因素之后呢 把这些物品做减法 批量的拿到卧室外面去 在做简化的过程当中呢 建议大家要考虑这三大要点 第一要点是 在卧室当中 我们最好不要放镜子 比如有些人会放很大面积的穿衣镜 那这个镜子有可能都已经折射到你的床上 会照到你了 镜子会折射气场的 会影响到我们晚上的时候 说明的质量会有所影响 如果说你这个镜子能搬走的话 放到别的功能区里是最好的 如果是搬不走的话 可以用一块布在上面搭一下 这样你在睡觉的时候呢 把这块布搭到镜子上 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有些家庭呢 是在卧室当中放梳妆台的 梳妆台上的这个镜子 如果也会照到你的话 我们也需要最好拿一块布给它遮一下 第二种需要简化的呢 是关于电器类的 在我们卧室当中 最好是少放一些像这种电视 比如有些人在装修的时候 特意找一个特别大的电视 把它装在墙面上 那这个电视呢 你装上了之后 它其实也是个镜面效果 它是刚好正对着你们家的这个床角的 你可能会觉得平时看电视很方便 但如果说你平时不看的时候 晚上要休息了 也最好拿一块布给它遮上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最好不要在卧室里面放过多的电器 比如说这个电视 我们最好不要放在卧室里 因为当你和你的家人在睡觉之前看了很多的电视剧 看了很多的一些广告 大脑说到太多刺激的话 它一定会变成某一种梦境 然后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断让你在浅层睡眠当中 一会儿做一个梦 一会儿做一个梦 你睡了一天下来 可能早上好不容易起来了 也会觉得并没有真正得到休息 浑身还是很累 所以电器是我们在简化这个环节 可以问问自己 有没有必要放太多 有的家庭可能会在卧室里放一个 两个 甚至三个空气的净化剂 过多的大型的这种电器 一个是占地儿 一个是它本身它也会烙灰 也会后来我们去清理它 产生不必要的过多的工作量 房间的主人不同 所承载的功能就不一样 在房间里的家具跟物品的差异化是非常大的 之前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位单身女士的卧室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家庭 它是夫妻二人一起使用的一个卧室 卧室在风水当中刚刚好是煮感情和桃花运的 以今天这个家庭的卧室为例啊 它整理的是比较好的 家具上只有五件 一橱一张双人床 两个床头柜和一个梳妆台 电器只有两件 一个空调 还有一个是空气净化器 算是踏踏密的房间之外的非常极简风格的一种搭配方式了 那么我们就今天踏踏入卧室来为大家演示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的整理 一个房间的功能越专注 单一越好 卧室是用来休息睡觉的地方 最好不要放一些家具像书桌书柜这种的 这个家庭呢 已经做到了 在和主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啊 我发现在他的卧室一角呢 有一个不太常用的梳妆台 我相信很多家庭的卧室里可能都放着一个梳妆台 这个梳妆台啊 平时呢 我们可能真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 为什么呢 因为打想啊 每天起床 第一时间 我们不会坐到梳妆台上 而是会办卫生间 在那儿完成一系列的清洁 保湿 护肤等等流程 如果说呢 大家要马上出门上班的话 很可能你还会加一个化妆 那么都可以在卫生间的对着镜子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提到一个要点 是动线 所谓的动线呢 就是指我们在房间当中行动的路线 轨迹 这个动线一定是越简洁 越高效 你就可以以最快最短的时间 能够一步拿到你想的东西 那这个家庭呢 他在梳妆台上的一个利用 就正好说明了 平时他们家的一个生活方式 是很少能够用到梳妆台的 平时在台面上 基本上已经不摆任何的东西了 只是把这些橱柜里面 还有抽屉 就作为一部分的一个储空间来去利用上 那在这里呢 大家也可以平时去思考一下 你的梳妆台是不是也已经变成鸡肋 如果是的话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备用品的一个储物的位置 平时就可以放弃对它的使用了 要考虑到说明海的上方啊 有一面镜子 这个镜子通常还蛮大的 它有可能还会折射到你的床面上 影响到卧室的气场 所以建议啊 把这个梳妆台上方的镜子给它遮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说明质量了 我们平时呢 也如果一定会用的话 最好要考虑如何去收纳我们不同的那些护肤品 化妆品的这种瓶瓶罐罐 像一些比较高的罐子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放到抽屉当中的 那你只能放在台面上 但说实话啊 一眼看上去呢 还是容易显得有点乱乱的 再加上后面有镜子的折射 感觉你的物品就乘以两倍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考虑一下 要不要在卧室当中去放梳妆台 如果说仅仅是一些小矮罐 我们放在抽屉当中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考虑到很多这个梳妆台的设计啊 在最开始做的时不过于的稀气了 柜除还有抽屉在拉开之后呢 它其实里面的收纳空间也是十分有限的 没有办法把它很顺畅的拉开 能够在里面很方便拿取物品 所以大家平时在卧室当中如果不放梳妆台的话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在卧室当中装饰一些花朵 那有些花最好是要做一些减法 比方说像已经枯萎的干花 干花在卧室里比较容易吸收阴气 所以最好能够把它们淘汰掉 还有一些呢 像这种纸花 还有塑料花 这种假花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生命力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鲜花 鲜花呢 建议大家可以选一些颜色 特别的有这种温馨感的 粉色呀 桃粉色 红色都是不错的选择 鲜花呢 在卧室当中 无论是对于你是单身 还是二人世界都有助于你的情感运的发展 在简化的环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家庭在床上平时会放很多的毛绒玩具 那这个毛绒玩具呢 大家如果要是在睡觉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跟它挤来挤去的抢占我们的空间 所以最好还是把它专门放在一些陈列的收纳的柜子当中去 床上少放这些 应该也有一种寓意啊 就说在卧室当中放毛绒玩具的话 可能会在你的人际关系里去招小人 无论你是成年人还是孩子 我们尽量在床上少放一些惊险为主 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 放一两只陪伴就可以了 我看有的人是一张床 有一半甚至全都是玩具 那有点感觉太拥挤了 在很多家庭的床头上方 墙面上都挂了很多的装饰画 或者说像这种特别厚重的带镜块的装饰画块 我今天所举的例子还是一个非常小幅的 一般人都是超大的一幅画摆在床头上 建议大家给它做减法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它如果万一一个不小心砸下来 容易砸到睡在床上的人脑袋 另外呢 如果说我们在床头上摆放了很多这种装饰品 它有一种对睡在床上的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感觉睡的时候很有压力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空调 空调在做整个卧室设计的时候 最好不要让它压在床头的上方 如果说你的卧室的空间实在是比较的难设计的话 不得不把空调设计的位置放在了床头上方 那么最好呢 平时我们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罩起来 比如说马上换季了 我们刚好呢 可以拿一个空调的一个布罩子 把它装饰起来 同时还可以防尘 在床下 我们最好不要放的东西有毛人玩具 因为有一种说法是 当你睡在床下这些小人上面的话 可能真的会在生活里帮你抄制到小人哦 所以毛人玩具 我们最好把它从床下拿出来 药品 最好不要放在床下 因为有一种说法 当你睡在药品上方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让你刚刚好了的病 慢慢的又多了一场心病 老是整个身体不能够完全康复 这是在我很多的一些学员和朋友身上都验证了 所以我们有一些这种药品把它拿出来 一方面呢 这个药是经常可能会为你所用的 你放在床下 它不好拿取 而且很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你忘记它们的所在 药都过期了 等于白白浪费金钱 所以药不要放在床下 闲置的电器 也别放床下 因为电器呢 每一件 无论是大小 它都有自己的磁场 放在床下的话 等于睡在一片非常稳乱的气场上方 怎么可能不影响了你的健康以及你的睡眠质量呢 所以所有的一些 像废旧的电器 二手的手机 还有像很多这种电线什么的 咱们都把它从床下拿出来 另外呢 床下最好不要放鞋子 因为睡在鞋的上方 肯定是有一种鞋系会影响到你 这种寓意可不太好 把我们的鞋子都从床下拿出去吧 床下可以放些什么呢 可以放你的已经过季的服装 临时把它放在床下 等回头换季的时候把它再重新拿出来 另外一种呢 是我们的一些床品 比如说 闲置的枕头 以及被褥 毛巾被 等等 那这些放在床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用什么来去收纳 也有一定的讲究 比方说 有些人他是用一张闲置的床单 把所有的这些衣服 还有床品都包裹起来 放在床下 实际上呢 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卫生 也是很容易吸灰 让灰尘清淡的 所有的物品里面去 所以最好我们床下能有一种床底箱 下面还能带咕噜的 这样当你在一年的过程当中 万一需要把哪件物品拿出来使用的话 我们就可以轻轻的一蹬 因为它下方是带咕噜的嘛 把这个床底箱一拉出来 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从里面拿取了 而且这样的箱子一定要确保 买的时候要确认它是密封性比较好的收纳箱 好 相信在这一步 你已经对电视这类的电器 收纳台这类的家具 以及床头上方 床面上 以及床下物品的去留 有了重新的判断 第二步是规划 规划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卧室房间的大小 大小在3平方米到10平方米之间是比较恰当的 房间没有小的话 你会感觉比较压抑 房间一过大 它不能够聚气 从房间 墙面的颜色来做选择的话 像比较淡雅的 蓝色 绿色 紫色都比较推荐 那最好的 有主意我们睡眠的是什么呢 是薰草紫色 你在一个淡紫色的环境当中 可以快速的帮助你入睡 在灯光的选择上 建议是以暖色的灯光为主 在卧室床的选择上 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是这种一整块石木面板的床头 或者是软包不易床头 还有一种呢 是像这种皮革的 比如皮优或者真皮的 那种床头都有 个人是比较不太推荐皮面的 为什么呀 因为万一你给他某一个局部有一点点破损了 那整体看上去就觉得很别扭 你要是一个强迫症 可能就更受不了 特别希望把一整面床头都换掉 这个换床头的成本可是不会比较高的 那还有一种床头呢 是它有储物的功能 我曾经在上中学的时候 那是我的床 我自己设计的 我说我要在床头能放些书籍 结果呢 这个床头啊 它确实拥有了好几个收纳格 可以放进各种不同颜色的书 可是慢慢的这个床头 会让我感觉到很有压力 一个是一边睡觉的时候 这个书可能会关当一下 它会滑落下来 让我从睡眠中惊醒 或者是砸到的头 而且呀 从视觉上看上去也会乱乱的 所以咱们的床头以精简为准 在床下方 我建议大家呢 最好是不放东西为好 如果实在是你特别需要一个储物的地方 你需要把床下利用起来的话 也是床下它是一个中空的结构 也就是下方 没有什么大抽屉 来回来去的去抽邋遢 或者说你需要把床整体 床面往上抬 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 这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的工作量 实际上是很麻烦的 最好咱们就是床下中空 然后再选择根据你的物品的数量 多少 还有种类 去选择不同的床底箱 一般呢 在一张双人床 两米乘两米的床下 至少可以放四个床底箱 分成四大类放东西 足够把我们的一些换季的物品放进去了 若是规划床头柜的时候 一定是成双最好 在我们的床头各放一只床头柜 有一种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 大家可能会问 哪个是指左边呢 它是指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的左手边就是左青龙 右手边就是右白虎 如果你的卧室只能够放一个床头柜的位置 最好是放在你的右手边 也就是白虎的位置 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特别乱的床头柜 它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还记得第一节课的时候所提到的留白概念吗 是的 在一个比较乱的桌面上 往往是因为留白太少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做的是 增加它的留白最少达到80% 当我们去整理的时候 要把这些物品全部都从桌面上清空 把它都先拿出来 然后进行分类 经过和主人的协商之后 我们决定留下一个纸抽 这个是平时都会使用的物品 把它放在床头柜角 书类呢 已经读完了 或者说 暂时还没有读完 还是会准备放在书房当中去使用 所以会放回到书柜当中归位 防御玩具 决定放在物品展示的一个柜橱上 所以会把它拿出卧室 枕巾和袜子 会放到洗机里面 清洗完了之后 重新进行归位 在众多的护肤品当中呢 它最终选择了睡前 它习惯性呢 是用一点点睡前练膜 所以会把它留在床头柜上 身体乳霜 那就放回到卫生间里去了 像药品类的呢 会放回到药柜子里 护手霜 它习惯性呢 是出门之前会擦一点 所以经过讨论 我们决定帮助它把护手霜放在门厅柜上 这样出门之前一看到 顺便擦一点点就可以出门了 保湿喷雾 最终他发现 其实用的在卧室里并不是特别多 它可能在平时一边在看电脑的时候 会感觉到皮肤干干的 那就可以帮助它放在书桌的附近 那我们在这一步已经完成了 对床头柜上的简化 以及规划它去放一些睡前会使用的一些小家物品 当我们做了一些物品筛选之后呢 就要进行到一个归类的环节 你可以选择用一些你喜欢的收纳工具 比如说托盘盘子等等 把它做成一个固定的护肤品的功能区 把你选出来的睡前会使用的物品放在这个盘子里 大号的盘子呢 可以放一些稍微大一点的物品 小件的 我们可以去放一些在睡前可能有些朋友特别习惯性的摘下耳环或者是项链 戒指 可以用一个小的收纳的盘子 把这些小物件收纳在一块 这样的话能够确保我们在睡前很多的一些小家物品不会丢失在你需要用的时候找不到的问题 那么最后呢 还可以在床头柜上放一些鲜花 很多床头柜同时还具备了一定的收纳功能 比如说它配备了两到三个 甚至于是五个左右的这么多的收纳抽屉 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起来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床头柜抽屉里面去收纳一些小件的衣服 比方说我们的内衣 袜子等等 在这个抽屉当中呢 我就放了一个 袜子的收纳盒 专门去分类好我们不同的小袜子 你可以把自己这类型的物品都放在抽屉当中 那么抽屉里呢 经过了分类分隔 非常的便利 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你想要的那双袜子 是不是很方便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卧室的整理路线按照简化 规划 规类和规位四部曲 为大家进行了讲解 不知道对你有启发吗 这节课后有很多的作业 需要动手的作业是 整理你的卧室 发送整理前后对比照片到社群里 图片要求清晰明亮 一次发送最少两张 一张整理前 一张整理后 春男会优选有代表性的学员作业进行点评 需要和家人一起看的视频资料有 一部电影 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 一部电视剧 我的家里空无一物 从爱奇艺PPS上可以搜索得到 在看的过程中 最好是能和你身边的亲友一起看 这样能够起到团体教育意义 比你自己看了书 学了课 或者看了电影电视剧 转述给他们的效果要好上两三倍 因为这相当于是你们一起学习的过程 之前有好多位学员给我留言 说他带着老爸老妈一块看整理相关的电影电视剧之后 他的家长也开始逐渐认同一些整理观点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体验式学习 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卧室的整理方法四个步骤 也特别分享了卧室的核心功能和一些风水讲究 希望对你未来的感情运有一定帮助 以及进一步的提升你的睡眠质量 感谢你的聆听 第五节课会为你介绍衣橱整理术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